这是张艺谋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 获奖无数提名奥斯卡钦向奖 本媒上映后一剧创下当时华语电影最高票房 被英国帝国杂志评选为 迎时摆布最佳外语片28位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改编自苏同小说 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宋连上过半年大学父亲去世 被继母逼着退学出嫁 嫁人时正值盛夏 他带着最后一次倔强 拒绝迎娶的八台大轿 穿着素裙白伤的学生装 提着行李自行走进了夫家 宋连徒步走来已是一身大汗 刚进臣服就被管家殷勤地带到自己院子 走到门口看见正洗衣服的丫鬟燕儿 宋连过去捧了把水洗洗胳膊胳膊降温 燕儿知道宋连是新来的四太太 面色一改将脸盆猛地甩到一边 燕儿眉目清秀 陈老爷对他喜欢得紧 因此他一直做着当四太太的梦 如今竹篮打水自然没有好脸色 宋连也不是擅长 直接冷笑着洗身 使欢燕儿把行李搬进屋 屋里灌满红灯笼 宋连疑惑不已 紧接着又一行人抬着一杆红灯笼来 在院子里点灯挂灯 下人过来伺候宋连洗脚 老妈子拿着一对精致的小锤子给他捶脚 按城府的规矩 只有当晚试寝的太太 才能享受点灯锤脚的待遇 按照老爷的说法 女人的脚锤舒服了 才更懂得伺候男人 洞房夜老爷出现 宋连换下衣服准备试心 三太太谎称疾病 派丫鬟打断 三太太眉山 是当年火遍全城的明觉 心高气傲 野蛮任性 老爷无奈 丢下一句 我去看看 不然他闹腾一宿 便再没回来 宋连提着灯楼 看着镜中自己 流下委屈的泪水 臣府规矩杂腐化 一日星辰 管家按照规矩 带宋连拜见老祖宗和三位太太 府中吃饭 亦是有固定地点 宋连依次拜见几位太太 大太太年老体衰 简单问候几句 宋连便退下了 她看着宋连背影 一边转动念珠 一边念叨着罪过 宋连疑惑 却没多问 二太太卓云 表面随和 一见宋连就热情招呼 宋连也卸下防备 与她话起家常 卓云告诉宋连 哪位太太若是天天能点灯垂角 得老爷宠爱 那在府上 便想怎样就怎样 走失还不忘挑拨眉山 和宋连关系 赶上老爷离开三房灭灯 三太太借口身体不适 宋连吃了闭门羹 吃饭时 宋连说不爱吃肉 老爷说 点灯就能点菜 宋连点了个菠菜豆腐 十天后管家告知她 臣服还有大门口听招呼的习惯 四个女人带着贴身丫鬟 站在院门口 翘手盼着红灯落落在自家门前 思愿点灯的吆喝声一落 三位太太垂头回屋 此时垂脚 宋连已经由最初的困惑 变成闭目享受 留宋连屋里 三太太又闹 但老爷还是留了下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 眉山就在房顶唱戏 宋连气不过 跑到屋顶找她理论 达到目的的眉山 不紧不慢地收了戏服走掉 宋连气没撒出来 回到卧房 却看见燕儿和老爷死混在一起 她又气又委屈 却不知老爷最烦女人闹脾气 料下一句 有人早就等着垂脚呢 就离开了 当天下午 果然点灯地换成了三房 宋连听着隔壁院传来的垂脚声 脚步自然地扭动 她已然离不开垂脚 已逃不开 成为众多拼命 争宠怡太太一员的命运 宋连心情烦闷到屋顶散心 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小屋 想一窥揪尽时 被卓云叫了下来 卓云打着拉拢宋连 让其与眉山争宠的目的 宋连却与她交了心 以为这个二姐是真照顾她 临走前 宋连忍不住好奇 问楼上小屋是干什么的 卓云说那是死人物 死过好几个人不吉利 告诉宋连以后不要再提 这是臣府的禁忌 这天老爷不在 一家人吃饭时 宋连问了句 桌上为何没自己喜欢吃的菠菜豆腐 却被眉山针对 一气之下 宋连拍案而去 回到房间带着筹绪 拿出跌跌生前送自己的笛子 这时眉山来请她打麻将 抵不过眉山的激将法 宋连想着 饭桌上输的 在排桌上迎回来 便跟着去了 排桌上时间飞快 老爷回来见宋连不在 直接去了卓云院里 许久没被点灯的卓云 喜出望外 卖力按摩 把老爷伺候的舒舒服服 打排时 宋连不小心打飞一地麻将子 弯腰去捡的时候 发现了桌下的猫腻 眉山针常来府里 乔兵的高医生有异腿 一直用脚蹭着高医生的腿调情 入秋 宋连已然熟岸臣府的生存法则 变得恃宠而骄 私房点灯的第二天一早 宋连变到小脾气 非要把饭菜端到自己房间吃 老爷无奈妥协 可这做法坏了规矩 更惹几位太太反感 眉山当地就表示 今后自己院里点灯 也要把饭叫到屋里吃 这天一阵幽婉的嫡声 吸引了宋连 是在外做生意的大少爷回来了 悠悠嫡声 加上归家的生面孔 勾起了宋连的香愁 宋连回到房间 想找爹爹送自己的嫡子 却怎么也催不到 自然怀疑到丫鬟燕儿身上 他怒气冲冲推开燕儿房门 却看到满屋点亮的红灯笼 宋连虽然震惊 但急于找回笛子 翻开了燕儿的箱子 却翻出了一个诅咒自己的物骨娃娃 宋连怒急 掐着燕儿的脖子将他按到墙上 转着一响燕儿不识字 一番逼问之下 燕儿供出了卓云 原来卓云长得慈眉善目 心却独无蛇蝎 事后才知道 笛子被老爷误认为是 其他男人送的定情信物烧掉了 刷起性子的宋连 直接将老爷气到卓云那儿去 老爷说 卓云剪短发会显年轻 卓云便让宋连帮忙剪发 心不在焉的宋连 意不留神 剪到卓云的耳朵 却意外地让卓云 成功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不久 梅山来到宋连屋里 一番安慰下 梅山告诉宋连 卓云的真面目 当年卓云和梅山同时怀孕 卓云为了争宠 不惜给梅山下剁胎药 自己打催产针 最后梅山福大命大 不仅保住胎儿 还先产下一子 经此一事 加上新鲜感见识 宋连彻底失宠 此时听着屋外传来的垂脚声 宋连再也耐不住 叫眼儿过来帮他捏脚 或许是实在耐不住性子 宋连假装怀孕 再次成功讨得老爷欢心 重新得适的他 看着屋里屋外的大红灯笼 享受着垂脚的待遇 心满意足 他不仅不去餐厅用饭 甚至借口不舒服 让老爷使唤卓云 给自己按摩 入冬 燕儿给宋连洗衣服时 突然看见裤子上的一抹红 即刻找卓云告密 卓云自然不会错失机会 直接让人叫来高医生 给宋连瞧身体 假孕逃不过医生的眼睛 老爷得知后 一路下吩咐封了宋连院里的灯 也就意味着宋连可能 在无出头之日 宋连当然知道是燕儿告的密 气息败坏的他 直接将燕儿屋里的红灯笼 扔到院子中间 非要知燕儿的罪 按照规矩 燕儿的确要受罚 但老爷不在 大太太吩咐 只要燕儿认个错 就可以让罚贵的他回屋 可燕儿是个酱脾气 在雪地里 整整跪了一天一夜 直到昏倒 这个坐着当太太的 白日梦的小丫鬟 最终一致无效 悲惨死去 失宠的宋连生日 却没一个人记得 他郁闷地叫下人买酒来 等酒的间隙 来到阁楼呆呆看着远方 在楼下练响的梅山 见状上楼询问 宋连却填破 他与高医生的苟且之事 梅山脾气一上来 直言马上就去找高医生快活 喝醉的宋连 大发酒风 胡言乱语 却被卓云听见 梅山与高医生私通 卓云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晚上宋连被吵醒 出门直见 衣衫不整的梅山 被绑了回来 身后还跟着一脸得意的卓云 从下人口中得知 这一切皆因自己酒后失言 一日清晨 宋连被惊醒 发现一群人 抬着梅山走向楼顶死人物 一行人关门离开后 宋连偷偷走近 赫然发现一具尸体 一瞬间叫过后 宋连睁圆了双眼 叫着杀人 看着赶来的老爷 叫他杀人犯 身旁的下人沉默不语 老爷只说宋连是疯了 入夜 梅山屋里的灯楼全亮了 赶来的家丁以为闹鬼 听见唱片机里 梅山生前的曲子 吓得屁滚尿流 其实是宋连在调念梅山 伴着松香鸟鸟 只剩九九沉默 第二年下 福利迎来五一泰 盖头惊喜 又是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顺着五一泰的目光望去 宋连着初夏时 内身学生妆 头发散乱 以疯癫得不成人样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发现 臣服的季节 由盛夏开始到盛夏终结 却唯独缺少了 象征希望的春天 宋连大叫杀人时 老爷你疯了 你已经疯了的陈述语气的邪问 更体现封建男权社会 对女性的压迫 大红灯楼点亮的是欲望的火蛇 阵阵垂脚声 磨掉的是女人最基本的尊严 每日院前的等待 等来的不过是无尽的空虚 每一位太太嫁进来 经历自己的四季 帕们的青春活力和年老色衰 也轮转成臣服的四季 红灯挂旗 宿命已沉 这里是小微讲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与您不见不散 下期再见